爱华诗节 其实他本身也是佛教徒 然后他也是有 就是有想吃素很久了 可是就一直担心 吃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营养 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蛋白质等等 现在他好像有一个答案 我们来听听爱华诗节的分享 大家好 其实 起初我是没有信心吃这个书的 因为你一路来在吃肉 然后 就怕说会不够营养 或者是说没有力气 可是这个21天这个餐食让我 变得我觉得我很有精神 然后会感觉你整个身体就是神清气爽啊 不会说好像很疲倦 平时的话 以前吃肉的时候你会 觉得你每天都在打哈欠 好像精神不好不够 精神不够这样 吃了这个素食 我觉得我就是很精神 好像精力充沛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你的思路 你会 很清晰 你在做工的时候你不会好像 感觉你不会被打扰 就是说你的 思想好像很 focus 很清晰 这样子 所以你会 好像不知不觉你也会感觉 人比较轻松 好像你会 有那个 发喜 那个快乐 所以 所以我就 坚持 现在已经过了21天了 然后我有自己 斜着煮了 就是尽量 尽量吃得比较 好像 精神 看着 因为之前21天我们吃了这么多 所以我就 大概大概 要一定 每一餐要有一些什么 像 豆类 还有不一样颜色的蔬果 还有一些 蔬菜 然后一些 生 生的蔬菜也要了 还有加一些坚果 所以 我觉得很好 真的是吃对食物真的是对我们 帮助很大 这是 我的分享 谢谢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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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真的是要 要祝福 因为我们的爱华师姐 之前也是 好像不懂要怎么煮 怎么吃 才可以健康 现在的话就知道了 因为从这21天 你就21天 再乘二 就有40多餐的那个 选择 就知道要怎么煮了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吃素的话 要怎么吃的健康 就是 还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吃 要吃 豆腐 等等 可是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一直要重复好几次 就是要坚持 我们一定要坚持 这样爱华师姐 这样以后你会继续吃素吗 我会呀 我一定会坚持下期 太棒了 感恩感恩 我们一起祝福 爱华师姐 今天还来这里就 发心力愿 以后可以继续如素 祝福 祝福祝福 感恩 感恩 感恩